这咋还停了呢 我再提哦 不提错 来来来 咱一起提出来的 来 1 2 3 4 老板欠钱就不给 神龙见首 无见尾 他这一活干的真后悔 真后悔呀 真后悔 真后悔 我给王老板那施工干个活 你说我这活干完事的 他这钱也不给我 你多欺忧人厉 你说我要是有赵文卓的身手 他敢欠我钱 没办法 到了 不行 我还是被敲 上几回我上他家敲门 他也不够开呀 我明明我知道他在家 他在屋里有吃有喝 我在外边又冻又饿 这回我学间了 这吃的我都带来了 今天呢 我在他家门口 我给他来的坐吃等死 不对 坐吃死等 哎呀 这不对啊 头两天我来踩点的时候 还浪漫满屋呢 这两天都变成一无所有了呢 没有 我为谁走路的风声 不能啊 这会儿我一直当干呢 不行了 肥不走空 我还得找找 哎呀 啥玩意这是 马英龙 是这说的 我也使不上 不行 我还拿着吧 万一以后我得这病 留着备用吧 是不是 哎呀 哎呀哎呀我发现我听我心眼啊 我可不是一个笨贼呀 不行 死地不会久留 我得赶紧撤 哎呀黄老板哎呀黄老板呢 哎呀黄老板呢 哎哎 你赶紧把那枪伐我 我救你了 是什么呢 纠缠着我 哎黄老板 黄老板呢 你能不能看出说话 你不是黄老板呢 你看我还以为你是他呢 我还以为你要逮我呢 啊 不是我还以为你要饿我呢 没有没有 哎 哎 那个 那你不是黄老板你在他家 你在他家 你是谁呀 我 啊 我知道了 你是他家亲戚吧 哎哎哎哎对对对对亲戚亲戚亲戚 不是黄老板 进来喽喽 啊 我有事 行行行行行行 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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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可开门了 那个 那个 表哥 我算这趟来呀已经是第八趟了 你说你 表哥你听我说话呢 啊 听了听了听了 你瞅啊 瞅呢 你精神急动了行吗 急动了 表哥 我告诉你咋个事吧 你说我给你那个表弟呀 干活 干了一春到八夏 我这活给他干完了 他不给我钱 他有钱 他不是没有啊 他就欺负我呀 你知道吗 你说我找那些工人 天天跟我要钱 这眼口都过年了 你咋整啊你说 我妈现在还在医院 等着这笔钱 等着这笔钱救命呢 表哥 你跟你表弟好好说着 把那钱给我叫回来行不行 表哥 我求求你了 你答应了吧 兄弟兄弟我起来起来 咋跪下来快快起来 兄弟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我答应你 答应你起来 兄弟先快起来 坐坐你看你咋跪下来 谢谢表哥 刚才我听你明明白白的 你你给他干活 他没给你钱是不是 好 我走了 哎表哥 你不帮我摇钱的 你咋就坐着啊 坐着等你表弟回来 好好好 谢谢表哥啊 表哥多好 好 表哥 哎 哎 哎 你表弟回来了 我去开门啊 嗯 哎呀 你好 我是收眉气费的 啊 收眉气费啊 对 表哥 哎呀表哥 快快快快 好好好 我这开窗 我 臭臭气 哎呀 这十八楼的 多危险 我问一下谁是护主啊 他是 他是护主的表哥 他是 表哥也行 他是收眉气费的 好 收眉气费的啊 对我是收眉气费的 好 那你收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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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吗 我问你收到表哥 我今天你先别走 你先把眉气费给交一下再走 干啥让我交我 我又不是护主啊 那你不是护主吗 那等他回来再交吧 等啥也等啊 我来多少趟了 你这表弟我根本就找不着人 我容易吗 我一天跑这么多趟 你给交了吧 不是 这姑娘你说话 你得注意点 您这是堂堂王老板的表哥 难道差什么钱呢 表哥 你给他垫上 你给垫一下 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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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几个钱 多少钱 七百二 七百二 这得这么贵 他个家放火了 我跟你说吧 就你那表弟都半年没交了 他能不贵啊 半年了 得七百多 表哥 能便宜点吗 大哥 这眉气费哪有奖价的呀 打折吧 不能打折 打折我自个儿就搭上了 表哥 赶紧 你给他拿 玩意儿你小弟回来就给你了 给你 磨磨叽叽 给他 谢谢啊 差二十呢 就不能折个零啊 大哥你真不能折零 我折零我自个儿就搭上了 你再找找表哥 你有吗 给他 我拿我那钱没要来呢 你再找找 咋这样 马云龙 上来这玩意儿呢 这二十块钱拿的吧 我拿这玩意儿有啥用的 我我也没有这病 我不要 万一你老公有呢 我老公也没有 你老公公呢 你这些说话有这么气人的啊 我们家非得得着病啊 给你 差二十我给你记上啊 下回 开发票 不该发票赠点料 吃饭的 给你发票 下回你及时点啊 把这二十补上 别左一趟右一趟老样我们跑 脚点费这么费劲 行啦 哎呀 不是 你在这说话咋这样啊 表哥 咋不客气一样呢啊 您的工作 自己给你啊 我这 你瞅我啊 我这肥脏的 一天没头着 搭了七百块钱 表哥那说啥呢 我说表弟太不像话了 我给垫七百块钱 哎呀 骗子了 回来就给你 我这咋的 欠你二十块钱 你没完呢 你 哎呀 不是啊 大姐啊 刚才那个动作是你完整的吗 是我完整的 打的是我吗 打的就是你 你看这不是好人 不是 你谁啊 怎么进入就打人呢 还敢问我是谁 他就那王老板吗 不是 他是那个王老板那表哥 表哥 你看都不是什么好人 一路货色 不是 大姐你打这么说 我咋说话呀 不是 那个大姐 你这也太猛了 你表哥人可好 哎 表哥 你干啥去 你这么大头 我说你怕他呀 那么让我失望你 我怕了吗 那你不怕你跑 我没怕我得跑吗 我那 散步呢 我那 不怕咋的呀 还想再来一下的 我就跟你说 就你表弟那是什么玩意啊 玩意那我妹妹感情不说 把他借了两万块钱 到现在也不还 还想把我妹妹给甩了 有他这样的吗 我来这一看 这我不熟悉的 这不就要跑吗 还你说他是人吗 表哥你听着没 你说你表弟的人是啥人呢 那是 我告诉你表哥 这媒体费就成白瞎了 就你表弟的人 肯定不带给你的 什么玩意呢 是人吗 那是 太不是人了 这是什么玩意呢 老板就留不起呀 老板就 不赶钱不给呀 老板就挂着人的感情吗 老板就赶没心肺不交吗 我给你几百块钱 我还按一个大手抱着 老板呢 表哥 老板出来 表哥 老板出来 你别让你表哥 那个他还没回来呢 咱没回来呢 坐在等他 好好好 表哥你别生气啊 放心 你们俩的事 抱在表哥身上 哎呀那太好了表哥 哎呀妈那么太好了 大姐你看你出手太重了 谁不说 这一巴掌打的 这不就是误会吗 哎呀妈来给你揉着吧 疼不疼啊 打这么打 我妈都没打过我 千万别往心里去呀 表哥呀 表哥你收回去了啊 这事还得靠你 没事 没事 天空飘了五个字 全都不是事 是谁就你字 哎呀 好 爱情不是你想买 想买就能买 让我看清 让我放开 放手你的爱 嘿 巴扎嘿 这谁摆的 上贡的 上午都来求财来了 气泡 这门哪被锁呢 哎呀 我打小时起了 走烫屋了 这是我家呀 哎呀 哎呀 什么局面 哎呀 王老板回来了 我怎么的呀 欠你俩钱 你这怎么还年价要来的 王老板 我求你 你出来 回来了啊 啊 你好 你才好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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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是什么局面 哎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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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以别人也是这么打我的 来 怎么 他心打手来了啊 站起来 啊 坐 上来站起来 上来站起来 啊 立正 我问你 你说你这么大的老板 你咋不办人事呢 啊 我问你 你怎么玩弄人家感情呢 妈呀 是我妹妹 对 她妹妹怎么玩弄你感情呢 不是 是她玩弄我妹妹感情了 到底谁玩弄谁呀 她玩弄我妹妹 对 你怎么玩弄人家妹妹感情呢 大姐呀 哪个是你妹妹呀 哎 对呀 是啊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啊 我就那一个妹妹 我说你咋这么没良心呀 我们两个人嘛 是发生点误会 什么误会 啊 你这么玩弄人家感情呢 把一妹妹抛弃了 还借了两万块钱 直到今天不给 你这屋手这么利涂 你要跑是不是啊 我问你这钱 能不能还 能不能还 还 拿钱 大姐你查着她钱 哎呀妈太谢谢你了表哥 是不是两万 是是是正好正好 另外她妹妹 让你抛弃了 她妹妹怎么办 明天上午登记下午就娶了 这还差不多 我犯罪 我犯罪 大姐呀 就这个人品 你妹妹嫁给的 我能放心吗 不行 分手 对 分手 我妹妹说什么 也不能嫁给你这样的 你什么人呢 这人品也太差了 跟你表哥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你看看你表哥 没情目秀 绑大遥远 一看就是好人 我呀 就是结婚结早了 我要是没结婚呢 表哥 我走 我我我我懂啥呀 我懂啊 拿钱快走吧 那行 那表哥我先走了 太感谢了 谢谢啊 走 走了 那个表哥 拜拜 拜拜 走了啊 好 你买 表哥 那我那个家人呢 不要紧 你过来来 我让你过来 过来 坐下坐下坐下 来 咱们坐下台来 坐下 我问你来 这小伙子跟你干活活了 你怎么不给钱的呀 大哥呀 我最近手头太紧了 确实没有钱 没钱事啊 没钱哈 你 好 吴哥呀 吴哥呀 吴哥 听着了吧 这小说他没钱呢 怎么办呢 啊 打他呀 哎呀 打得他可疼啊 疼也打呀 好 好好好 我听吴哥的啊 我给 拿钱 钱都在这儿呢 一分不少 兄弟查着钱 够不够 查着 表哥 谢谢 你看你咋又贵一些 这个兄弟 太感谢你了 表哥你要是不来 我的钱一半 我的要不来 好兄弟 谢谢你表哥 好兄弟 你是大好人的 好 兄弟 我配分这样的事 赶紧回家给老妈治病 好不好 再见 表哥你保证啊 好 你是世上最好的人 哎 好 表哥 你最好 哎好好好 保证身体啊 谢谢你 兄弟 再见啊 就这样过来玩啊 哎 哎好 好人 是好人 是好人 好啥呀 不是 大哥呀 我问一下 我看你那小伙伴都走了 你怎么不肯走呢 我不认识他们 我干啥和他们走啊 你不认识他们 对呀 你是不是在你家刚认识的吗 那你是谁呀 我不是表哥吗 我也没有表哥呀 你没有表哥呀 我也没说你非得有啊 不行啊 咋的啊 啊 那你怎么进来的 我敲门进来的啊 那你是小偷 你说谁是小偷呢 哎呀 对呀 我跟你说实话 我呢 真是小偷 我今天到你家来 我啥也没偷着 我就偷了一个这玩意 我还用不上 还给你 我虽然说到你家来 我啥也没偷着 但是我收获了一个 做人的道理 做人呢 要有正义感 有可能论金钱和地位 哥们儿和你没法比 要是论正义感 哥们儿敲你四圈儿了 我呀 我也不怕你了 我也想好了 在你家的屋出现 我马上到公安局 投案自首 那是为啥呀 多傻 为啥 我来告诉你为啥 我吧 以前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今天在你家 我当了一把好人 彻彻底底的 出了一把 当好人的瘾 这种感觉 挺爽 所以说我要到公安局 投案自首 起心革面 重新做人 从此做个 好人 好 到此 哥呀你走啊 这么晚了再待一会儿 不你真待呀 我想起来了 刚才你那个家 表哥给你垫了700块钱 没机费 给我报了 不是哥 你也看见了 这钱都让你分了 我还拿有钱了 要不这个你还是拿走吧 三分九软又回到我手 难道这是天意吗 难道我这辈子 就该得这种病吗 报应啊 我自首去吧